代天命 這個索菲亞這邊 我只是告白一下 我真的覺得我每次聽到 代天命三個字我就覺得好感慨 就是那個壓力很重 因為我是覺得我個人被 代天命這三個字綁架30年的那種感覺 因為就是 當然很多人是很發心 然後幫忙 解決大家的困擾 然後有些無形界也願意幫忙 那很多人也希望 藉由這些無形的或者是這些 所謂代天命的人來協助 但是我自己這麼些年來覺得 我舉一個佛教大家比較普遍 聽得懂的就是 法力不敵業力 業力不敵願力 誰沒有生老病死苦 然後 對 而且我覺得所謂的代天命 除了說什麼看到感應到 我覺得最需要是智慧 對 那我是覺得 我對我自己如果最慷慨的就是說 當年可能我只有十五六歲 然後要處理這麼多事情 我確實沒有做得很好 因為我那時候還沒有體會到一個真理 就是人是不能聽真話的 對 所以有些很多事情沒有辦法處理 很完善 就比方說我們去人家的靈堂 然後人家家屬問說 家屬問說老人家有什麼要交代的 我就說他都很圓滿啊 他現在只有擔心他的女兒而已 還小然後要長大 要好好照顧這樣 然後家屬就翻臉了 然後我就想說你找我來幫忙 然後你又翻臉是什麼意思 後來還知道 那是小三的女兒 然後還在打官司 可是我們不知道 然後我們就不小心在大庭廣眾之下 把人家家庭秘密講出來 然後對 所以比如說其實這種處理人的事情 有很多美 或者是像以前 常常人家是希望你開藥單 對 然後譬如說我開了藥之後 開給他 然後看了他說 這是什麼 我說我看不懂 我說你當然看不懂啊 你去中藥行自己抓啊 你看得懂中藥的話還要你嗎 然後就 那這要每天喝喔 我說對啊 那個就是早晚都要喝啊 蛤這要煮喔 我說對啊 你就去中藥行 你自己抓自己煮啊 就早晚就是通 就是通明就通這樣 你就自己要弄這樣子 蛤要喝七天喔 他說 那那個有沒有比較方便的 對方便的 我說有啊 他說什麼 麥當勞 他說 嗯 麥當勞可以好嗎 我說不會啊 我說那你幹嘛叫我吃麥當勞 我說你不是要方便嗎 方便你就吃麥當勞 藥單就是這樣 可是他不要啊 他要是說 你可以開十幾道呼涼給我 然後我喝了就好這樣 就是說 我跟你講啦 這種東西也要吃也要喝 就是很多 你認為 有些人 當然有很多特殊的案例 但很多人其實是生活習慣病 就是你只要改善了 你就算是卡因 也會好 就是說 因為阿飄根本待不住 如果你身心健康 他也待不住 跟不住你 對 所以真的很希望 社會大眾也可以放過戴天命的人